友善角立即关注,更多健康内容不再错过,不定期惊喜送给你。 苹果 苹果当中的膳食纤维生素C和活椒的含量比较高,经常吃苹果可以和胆质酸相结合。 并能像海绵一样,把体内的甘油三质和多余的脂肪吸收出来,并帮助其排除体外,从而达到酵血糖酵血汁的效果。 另外,苹果中分解出的益酸,非常有利于胆固醇和甘油三质的代谢和分解。 绿豆芽 绿豆芽的维生素C含量,是原绿豆的肉的气味,绿豆芽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。 经常使用绿豆芽,可以促进胆固醇的排泄,帮助动脉内壁的沉积。 绿豆芽所含的水分很高,使用后可以减粘生机利尿,是一种非常好的降低胆固醇的食品。 三文鱼 叶生三文鱼的肉质中,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,食用后能降低血液中甘油三质水平,还能升高蛋白胆固醇,增强血管弹性,并且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感性和减少炎症。 另外,在水中的低于食用后,对降低血脂血糖,也有帮助洋葱。 洋葱中微量元素各的含量非常高,一倍升洋葱不半倍熟,洋葱各的含量就达24微克,是胰岛素的增强剂。 食用后,可以帮助人体有效地利用胰岛素,并能起到保持血糖的稳定性。 达到降血糖降血脂的功效,出炸橄榄油。 橄榄油中含有大量的三负宝和脂肪酸,食用后可以降血糖降血脂和降高血压。 橄榄油当中含有较高的氧化剂刺激犬,食用后可以降低C反应蛋白,橄榄油消炎又阵痛,还能缓解糖尿病患者的病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